今天是9月21日 所以今天早上呢 我們將是以防災 9月1日的防災作為我們宣導的重點 9月21日是我們國家所訂定的國家防災日 今天在我們的內政部有表示 將透過簡訊、電視、廣播來進行防災演練 那麼在今天早上的9點21分 記得時間囉,9點21分 將進行國家級的警報 換句話說這次的警報呢 將是全國總動員的一個演練 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夠不要緊張 同時呢能夠共同的練習 來提升我們防災的保衛的儀式 那這次呢防災有幾個重點 那這些重點是什麼 不管是怎麼樣 要記住我們的口訣 趴下、掩護跟穩住 這是我們防災 地震防災的一個口訣 趴下、掩護跟穩住 那麼這次呢 這邊有寫到 那內政部呢 他也透過地震跟海嘯 這些都海嘯 這邊有一個不一樣的東西囉 所以在沿海的居民 要特別注意海浪 海浪可能會高到很高喔 好高好高 那為什麼會很高好高呢 那就是因為地震了 所以造成了地層板塊的移動 那地層地球板塊的移動呢 所以海浪就產生而出來了 那這個時候海浪呢 將會非常的高 那甚至呢 整個海浪過來的時候 就整個都會淹水 甚至呢 把人都淹死掉囉 所以呢 今天21號 在9點21分 那個中央氣象局 將發送國家級的警報 到我們大家的手機裡面 提醒大家 那在10點跟10點10分的時候呢 會利用防空警報 發佈海嘯的警報釋放 那在10點59分跟11點01分的時候呢 那所有的電視牌呢 就會測試 包括廣播等等 那共同一起來做 那各位想一想 為什麼我們國家要定 9月21號 作為全國的防震日呢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在我們民國88年 就是在1999年的時候 9月21號 在我們南投的極齊 發生了一個大地震 這一個大地震呢 可以說是 我們台灣很大很大很大的一個地震 這裡面呢 有寫到9點 在9月21號 凌晨1點47分 凌晨1點47分 地震不會挑時間的喔 不會告訴你說 我現在白天了 你們看得比較清楚 就地震一下 不會的 因為地震呢 它是隨時都有可能發生 有可能在白天 有可能在晚上 有可能是在 你在吃飯的時候 甚至有可能在你睡覺的時候 那麼在1999年9月21號 凌晨1點47分 還好 這時候是在睡覺的時候 反正地震 所以路上呢 車上呢 路上的那個車子跟人都比較少一點 但是呢 還是發生一些很多 遺憾跟傷心的事情 短短100秒的搖晃 一百秒喔 各位小朋友們 同學們 你想想看 一百秒大概就是多少呢 這個大概是兩分鐘的時間 這兩分鐘的時間 一百秒 大概是兩分鐘的時間 這兩分鐘的時間呢 這造成了好多人的死亡喔 大概有高達 這邊有寫的 全台灣傷亡高達一萬多人 兩分鐘的時間 這邊就造成全台傷亡的一萬多人 房屋毀損超過十萬戶 你看看 有十萬戶的房子都毀損了 有一萬人都傷亡了 這個嚴重喔 所以呢 為了避免 未來再發生這種的地震 造成我們在 防震演練 跟那個措施方面 就會加強 為了避免這些遺憾 所以我們會加強了我們的 防震演練 所以在這邊你可以看一看喔 這一次的地震是多少呢 瑞士規模是7.3 他整個地表覆列的深打八公尺 各位同學 你想想看 當時的情形是怎麼樣呢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喔 好這個是當時的紀錄影片 我們大家看一下 九點二十一 歸 謝謝 謝謝 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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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報告到這邊 拜拜